莫言的经典短篇小说 火烧花篮阁 在一座寂寞的城市中央 有一个美丽的湖泊 碧波荡漾 湖的中央 有一座名叫花篮的小小岛屿 一年四季都散发着 或浓或淡的花香 岛上曾经六次建起 凋梁花洞的楼阁 但都在建成后三个月内 被烧成废墟 失火的原因据调查 都是因为雷击豁然放鞭炮 当然也有些带着 神秘色彩的民间说法 在花篮岛上建楼阁 使这个城市的一任又一任市长 执着到病态的追求 但他们的努力 总是迎来那一把 将城市的夜空照亮的大火 他们建筑楼阁的希望 总是在烈火中破灭 但他们的官运 却总是随着烈火的熄灭而横通 最近的一任市长 是一个相貌古怪的建筑学博士 到这个城市上任之前 他曾在省城主持 兴建了声名远播的八大建筑 其中五项 获得过建筑界的最高荣誉鲁颁奖 一时英明 不可一世 犹如中天的太阳 疯传他要到中央的建设部门任要职 但最后却落集在这个地处偏僻 人口不足四十万的小城当了市长 博士走马上任后的第一天夜晚 就带上那个当地政府配给他的秘书 一个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年轻小伙子 悄悄地出了政府宾馆 沿着他似曾相识的街道 凭着感觉走到了湖边 道路两边盛开的丁香花 熏得他有些头晕 明亮的月光照得他有些目眩 所以他来到该城的第一篇日记的第一句话就是 月光花香 头晕目眩 然后他接着写 在湖边漫步约半点钟 突然萌生了上岛看看的念头 问秘书小五 此时可还能找到上岛的船 秘书脸上浮现出一个很难觉察 但还是被我觉察到了的笑容 他说 我到前面去找找看 我故意地往回走 给他一个去找船的机会 湖边小路两旁 全是一蓬蓬的丁香树 花团紧簇 十分美丽 花香浓厚 月光中弥漫着花粉 秘书很快就跑回来 兴奋地对我说 市长 真是太巧了 青夜码头那边 恰好有一条小渔船 在秘书多余的扶持下 我上了小船 站在船头的渔夫 身体缩衣 头戴斗笠 目光炯炯 下巴上一部白胡须 看上去很像是戏剧舞台上的人物 大伯 打扰你了 我说啊 渔夫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他用长长的竹膏 撑着湖边的泥地 使船缓缓地驶入深水 然后他就站在船尾 摇起长鲁 雷乃之声 在静静的月夜里 显得格外响亮 我和秘书坐在船线 相对无言 在我们之间 有几个灭片编成的虾楼 还有一张干燥的蜜眼虾网 秘书说 师长 我们这个湖里盛产白虾 很有名的 我不知可否地点点头 目光越过它 往远处看 但见一片烂音闪烁 湖水与月光 已经融为一体 不时有白色的水鸟 被惊飞起来 扑扔着翅膀 落到远处的闪光中去 似乎在那里融化了 小船离岸月远 讲声和水声愈加响亮 沉睡的城市中心 不时传来水泥搅拌机 模糊的轰鸣声 高大的起重机聚壁 在澄澈如洗的夜空中 缓缓摆动 夜深沉 月光更加明亮 举手可见掌上的纹路 再看岸边的一些丁香花束 已经变成了团团簇簇的烟雾 它们的香气 已经嗅不到了 此刻我嗅到的是纯粹的 清凉的水的气息 当又有丁香花的香气飘来时 这个名叫花篮的湖心岛 已经近在眼前 我跟随着秘书离船上岛 很想对渔翁 说几句感谢的话 但回头见 他已经坐在船头 身体圈坐在缩衣和斗笠里 像一只夜漆的大鸟 沿着一条卵石铺成的小径 走向岛的中央 小径两边的丁香树枝差纵横 多情地拦挡着我们 秘书在前奋波花枝 花枝沉甸甸地抖动 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我们很快到达了小岛中央的制高点 也就是连续六次建起过花篮阁的地方 这地方约有两个篮球场大小 高度距湖面约有六十米 站在这里 放眼四望 确实令人心旷深意 如果在这里建起一个五十米高的楼阁 登高远望 四面的城市和远处的山影 都可收到眼底 这里确实需要一个楼阁 被火焚烧后的楼阁废墟 看来已经清理过了 一堆堆的砖瓦石铁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场地的四周 在石铁的旁边 还有一堆马的方方正正的木料 都是一等的红松 散发着浓烈的松油的香气 在这样干燥的四月天气里 似乎扔上一根火柴 就能把这堆木料点燃 木料的旁边 还有一堆摆放整齐的脚手架 脚手架旁边 是一堆用稻草绳子捆绑着的活动板房组件 只要来五个工人 用一天功夫 就可以组装起 可供五十个工人居住的简衣房屋 眼前的一切 都说明这是一个原料基本齐备 随时都可开工的建筑工地 而不是两个多月前 才被焚烧的楼阁废墟 我坐在一块石料上 仿佛低头沉思着什么 但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想 团团袭来的花香让我头昏 秘书低声问我 市长抽烟吗 我说 我已经戒了烟 如果你想抽 尽管抽就是 我喜欢闻别人抽烟的味道 秘书说 我不抽烟 我从来没有抽过烟 我很理解地点点头 说 好吧 那我就抽一只吧 秘书慌忙拉开腋下的皮包 从中拿出一颗软包中滑 熟练地拆去封条 揭开锡纸一角 盘出一只 递到我的面前 我从烟盒中把烟抽出 秘书就把那个 燃着绿色火苗的 金光闪闪的打火机 送到了我的嘴边 你说点什么吧 我看着他那一口被火苗照亮的牙齿说 秘书无声地笑一笑 说 这似乎成了一个规矩 即将卸任升迁的市长 为他的后任清理好废墟 准备好建筑材料 这似乎成了一个规矩 为什么 我问 难道每一任市长的想法都一样吗 如果在我的任期内 我不想见这个楼阁呢 我直指那堆散发着松油气味的木材 说如果我的设计不需要这些材料呢 秘书抬手搔搔脖子 说我也不知道 在跟我之前 你做什么 我四年前大学建筑系毕业 在市建委工作了一年 然后就跟胡府市长 但我与秦市长的秘书小孙 是好朋友 小孙跟秦市长到省卫生厅上任去了 秘书说 夜很深了 两起席来 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秘书慌忙将皮包夹在双腿之间 匆忙将身上的外衣脱下来 要往我身上劈 我白白手拒绝了他 秘书抬头看看 已经偏袭的月亮 说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市长 已经很晚了 不急 我说 小五 我们是同行啊 你跟我当秘书 是不是可惜了 不不不 秘书急忙说 我听说要跟您 兴奋得两天没睡觉 您是大名鼎鼎的建筑专家 跟着您 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的女朋友说 我不是给您当秘书 而是跟着您读研究生的 你给我讲讲 这花篮阁的事吧 我说啊 最近的一次我比较清楚 过去那五次 都是听人家说的 秘书说 没有关系 你随便说 添点油加点醋 都没有关系 我说啊 我不会添油加醋的 市长 秘书说 最近这把火 是大年夜离奇的 当时 全城都在放边跑 大街小巷里 都是滚滚的硝烟 我正在政府办公室里 看春节联欢节目 听到秦市长的秘书 小孙在楼道里大喊 起火了 起火了 大家跑出办公室 争先恐后地爬上楼顶 看到花篮岛上 一道火光冲天 好似一根洞天逐地的大蜡 花篮岛周围的湖面 被火光照耀的明亮如镜 城里的灯火 都变得暗淡昏黄 新建起不久的花篮阁 在烈火中颤抖着 好像一个受火刑的人 要努力地保持尊严 坚持着不倒下 能多站一秒钟 就坚持一秒钟 我听到站在我身边的小孙 长舒了一口气 第一声嘟囔着 终于起火了 我侧目看了一眼小孙 发现他浑身都在颤抖 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寒冷 起火时间距离竣工时间有多久 我问 正好三个月 一天不多 一天不少 正好三个月 秘书说 秦市长呢 我问 秦市长到明阳市休假去了 他的家属在那边 一直没有搬过来 秘书说 大家站在楼顶上看着那伙 看着那伙中的花篮阁 看着那些在火焰中渐渐变形的飞檐斗拱 直到楼阁坍塌 发出一声巨响 大家才如是重负般地慢慢下楼 难道就没有老百姓出来观看 我问 有许多老百姓出来观看 湖边上站满了人 几乎所有的楼顶上都站满了人 秘书说 老百姓什么反应 我确实没有听到 市长 秘书说 但事后我听我的女朋友说 老百姓都说 花篮岛上有一窝狐狸 使他们放火焚烧了楼阁 我不是问这个 我是问老百姓 对这件事的反应 秘书为难地说 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 老百姓好像都习惯了 对了 我听我女朋友的爸爸说过 他是一个退休的小学教师 很正派的一个人 他说 花篮阁建在火地上 起火是正常的 不起火是不正常的 他还说 我们这个城市要想发展 必须每隔几年起这样一把火 今年的火起得尤其好 大年夜里起火 主照一年红红火火 我女朋友的妈妈 她是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 水平比较低 说 烧了好 烧了好 从建起那天就盼着烧呢 这下可以睡几年安稳觉了 我苦笑一声 秘书小心翼翼地说 师长 您可不要生气 我是个实在人 有什么就说什么 没有关系 你继续说 第五把火是1999年底烧的 具体时间 好像是圣诞节前夜 那时我毕业还不到半年 在世界尾间隙 起火的那天夜晚 我感冒了 吃了几片含有安眠成分的药 睡得很死 天亮之后 母亲告诉我 刚刚建起来两个半月的花篮阁 被大火烧毁了 我母亲还说 又该有人升官了 我母亲也是家庭妇女 水平很低 我穿上毛衣 羽绒服 到湖边去看热闹 通往湖边的道路上 来来往往的 都是去看热闹归来 和正要去看热闹的人 天气很冷 人们的神情都很漠然 我到了湖边 正好看到一艘游船靠岸 船上站着十几个人 其中有我们建委的主任 还有马市长 看样子 他们是从岛上回来的 我从他们身上 嗅到了一股子焦糊的气味 为了防止领导认出 我躲在一层丁箱后边 用袖子遮着脸 我看到市长板着脸下的船 跟随在他身后的那些官员们 却一个个神色愉快 当天晚上 在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之前 市长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 他首先向全市人民道歉 自我批评没有看好 这座刚刚建成 被全市人民钟爱的 金碧辉煌的花篮阁 然后他说 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 一定要为下任市长 重建花篮阁做好准备 发表了电视讲话不久 马市长就升迁到青波市 当书记去了 起火的原因呢 我问 雷电 秘书说 是气象台台长在电视上专门讲解了 为什么在寒冷的季节 还会发生雷电现象的科学道理 老百姓怎么说 我问 你的女朋友的爸爸妈妈怎么说 我那时还没有女朋友 秘书不好意思地说 我的女朋友是去年夏天才谈好的 他很崇拜您 市长 第四次火烧花篮阁发生在1995年7月一个雷雨之夜 雷很响 但雨不大 秘书说 当时的市长是方洪摩 起火的第二天 他就接到了去省交通厅担任副厅长的任命 第三次火烧花篮阁发生在1992年3月一个春光名位之夜 当时的市长是赵敬尧 起火十天后 他就升任了省纪委副主任 第二次火烧花篮阁发生在1989年6月 当时的市长是韩忠良 起火后一个月 他的任期还没满 就到省城的师范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去了 第一次火烧花篮阁是1987年7月 当时的市长是蒋丰年 他也是学建筑的 在任期间 他领导改造了老城区 拓宽了马路 清理了湖底一百年的运移 在湖心岛上建起了花篮阁 还兴建了七个居民小区 大大缓解了市民的住房困难 他在这里连任了两届市长 威望很高 花篮阁建成后 他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花篮阁起火后 老百姓并没有过多地谴责他 但他自己很痛苦 据说他曾经站在废墟上流着眼泪发誓 一定要重建花篮阁 但两个月后 他被调到省建筑设计院当了院长 我认识这个老同志 人品好 业务也好 我说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新任市长不断地收到信访办传来的群众来信 来信的内容全是要求重建花篮阁的 信的署名有众生 群心 民意等显而易见的化名 也有七个退休干部 八个老党员 五个母亲等似乎是光明正大的匿名 还有湖畔小学六百名师生的联名信 那些小孩子的置桌签名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两张白纸 市长起初还认真地阅读这些信件 但很快就感到了厌烦 他让秘书告诉信访办 有关重建花篮阁的信件 请他们按规定处理 再也不要传来 市长对重建花篮阁这件事 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但在他到任之后的第二个月的第一天 下了一道命令给有关单位 让他们在一周之内 把花篮岛上的一些建筑材料 全部运出来 按购买价的一半退还给卖房 办事者似乎面有难测 但市长冷笑一声 他们就善善地告退了 市长上任后 第三个月的第一天 在市政府小会议室 召开了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重建花篮阁 市长将他亲手画出的图纸挂在墙上 用一根可以伸缩的不锈钢脚边指点着 向他的下属们说明着 新图纸与旧图纸的区别 市长是建筑专家 真正的权威 满口都是建筑术语 他的下属们听完了介绍 用热烈的掌声表示了 对市长设计的赞赏 市长举手指住了掌声 说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话 新的花篮阁 与旧的花篮阁在造型和结构上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于建筑材料 市长说 新花篮阁使用的砖是耐火砖 瓦是耐火瓦 所有的两顶斗 拱门窗户有 全部使用钢铁 或是青铜铸建 市长说 除非用三千度的高温 把它融化掉 否则 花篮阁屡建屡毁的历史 就到此终结了 市长讲完了话 看着下属们暧昧的脸 以为深长地笑了笑 说 难道大家还盼望着第七次火烧花篮阁吗 第二天 市长设计的新花篮阁图案和新花篮阁 将使用的建筑材料 在市报上以大幅版面登出 电视台也做了相关报道 满怀信心的市长 吩咐办公室搜集群众反应 市长原本希望听到一片赞美之声 但办公室搜集上来的反应 却仿佛在他发热的头颅上 浇了一桶冷水 办公室汇集的群众反应说明 绝大多数群众 对新花篮阁设计方案表示反感 最反感的是那些耐火的材料 晚上 心情沮丧的市长 在办公室里 书写他上任以来的第六十三篇日记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难道人民群众需要火灾 市长卧比急书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或者是一个面容清秀 不失粉黛的年轻女子 或者是一个珠光宝气 浓妆艳抹的半老徐娘 或者是一个柳眉景簇 味光点点 头戴白花的小寡妇 或者是一个鹤发鸡皮 手足拐杖的老太太 或者是一个身穿洗的发白的中山装 腋下夹着一个磨破了变得就皮包的老男人 或者是一个身穿污亮的黑皮卡克 挺着大肚子的中年男子 或者是一个弓腰缩紧 犹犹豫豫豫的小公务员 出现在他的面前 市长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 无论他怎样努力地向不落俗套 都会变成对时下流行小说的拙劣模仿 2003年 蓝色城堡 奥德修斯从海滩上站起来 拖着几乎失去知觉的身体 爬上一个小山坡 进入一片茂密的森林 他回头望了一眼 荧光闪烁的大海 便一头栽倒在两棵枝叶繁茂的橄榄树下 他感到身体僵硬 如同岩石 地面柔软 宛若奶酪 他听到森林深处 传来女人的说笑声 一群的稀疏声 似乎还嗅到了燃烧檀木的香气 难道又落入了卡吕普索的圈套 使我的返乡之梦再度破灭 他试图站起来 应对眼前的复杂局面 但身体不听头脑的支配 他感到身体在下沉 就像一座巨石雕像陷落于你 橄榄树盘结的树根 试图兜住他 但他们最终难以承重 可怜地断裂了 他快速下沉 上边出现一条 与他养着的身体 同样形状的通道 他看到那片天空 渐变渐小 最后成为一个 针尖大的亮点 他意识到自己被埋葬了 或者就像传说中的 坠入了地狱 于是一阵悲哀涌上心头 这时 他却感到身体落在了 坚硬的地方 他睁开眼睛 首先看到的是昏黄的天空 没有星斗 也没有日月 不是白天 也不是夜晚 他慌忙坐起来 看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广场的中央 北面一箭之地 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城楼 弧形的门洞上方 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 楼前有三座白色的施工桥 有两队身穿橄榄绿色军衣的士兵 步伐整齐地走过来 他本能地去摸腰间的佩剑 但只摸到了冰凉的都府 这时 他羞愧地发现 自己赤身裸体 肌肤上沾着贪图上的淤泥 毛发上挂着海中的绿藻 他看到 周围有许多人 穿着他在梦中也没见过的奇装衣服 身上散发着他从未嗅到过的气味 嘴巴里发出他从未听过的语言 他们有的面露惊讶之色 有的脸上浮现着古怪的笑容 有的目不转睛 有的左顾右盼 有的人手持亮晶晶的方青小霞 瞄着他 然后蹦出一束刺目的亮光 有的人用长长的木杆 戳着他的脚底上那块疤痕 仿佛在辨认他的身份 他看到几个威武的士兵 奋波开围成圈子的人 对着自己走过来 他猛地跳起来 一只手眼撕出 一只手挥舞着 冲了出去 他在奔跑中纵身跳起 从路边一棵树上 扯下一根树枝 遮住下体 他看到右侧是一条 像滔滔大河一般宽阔的道路 路上奔驰着五颜六色的怪物 他们眼睛明亮 壮如甲虫 没有脚 如舌铁的爬行 不腹透明 中间有人端坐 这让他立即想起 自己设计制造 让特洛伊人 吃尽苦头的木马 他飞速穿越一条 南北向的道路 那些怪物碰撞在一起 发出凄厉的尖叫 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他踏着那些甲虫的背 仿佛踩着敌人的盔甲 常年的海上生涯 使他天然地 具有了感受方位的能力 沿着那座 有高大石柱支撑的宫殿 朝着西方奔跑 他看到了一轮黄色的太阳 如同柠檬 正沿着昏暗的天际滑落 身后有成群的人在追赶 前边也不时有人摆出一副拦截的架势 但只要他冲到跟前 他们便尖叫着逃跑了 也有几个大胆地 扑上来扯住了他的胳膊 他猛的一拨 便看到他们像小孩子一样 连连倒退着 有的仰面跌倒 有的坐在地上 他在一片稀疏的小树林中奔跑着 从隐藏在树林中的几只像巨大的长方形匣子一样的怪物里 钻出了几十个身体魁梅 动作敏捷的男子 就像那些隐藏在木马杜夫中的希腊勇士 他们左手持盾 右手持棍 头盔在暮色中闪闪发光 他们排成弧形 对着他包抄过来 他一眼就看出 这一批人身手非凡 即使是阿卡留斯 也难对付他们 于是他舌身往南奔跑 他看到 迎面是一座淡蓝色城堡 形状椭圆 既像一只巨大的鸭蛋 又像一座美丽的岛屿 他一步跨越五级台阶 转瞬间便跳到了蓝色城堡入口处 几个身穿蓝色服装的守门人 惊恶地盯着他 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 目瞪口袋 他沿着一条灯火灿烂的通道往前跑 通道中央 矗立着两排方形的耀眼灯柱 头上仿佛罩着一层薄冰 冰上波纹游动 分明是水的印象 当他跑到通道尽头时 迎面来了两个人 对他弯腰鞠躬 他平直觉得知 这两个人没有恶意 便停下脚步 右手捂住胸膛 彬彬还了一礼 他看到这两个人 一个年过七旬 身体瘦削 鼻梁直挺 眼窝深陷 眼珠深蓝 目光忧郁 另一位身体肥胖 年约五十 头发半秃 眼睛细长 尽管他暂时还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但他还是猜到了他们的意思 于是他跟随着他们 沿着一条黑色的能自行旋转的梯子 登上了蓝色城堡的上一层 地上的大礼石色彩斑斓 光可见人 高大的穷龙上 相贴着深红的木板 墙壁上绘着艳丽的图画 图画上的女人 竟跟自己二十年没有见面的妻子十分相似 一群目光贪婪的男人围绕着他 似乎在纷纷向他表示爱意 他感到心中一阵焦虑 老者示意他回头往外看 他于是看到了那条甲虫奔跑的大道 看到了路边那些灯柱上乘簇的巨大的球形灯盏 放出的璀璨光芒 最让他惊奇的是 透明的墙壁外边那一池碧水正在微微地荡漾着 城堡的影子倒映其中显得既美丽又神秘 目光忧郁的老者带着他缓步参观 并用一种勉强可以听懂的语言对他解说着 扑似一个主人对客人炫耀着自家的房屋 就像俄齐吉亚岛上的女主人炫耀他的宫殿和珍宝一样 解说着语气中的自炫让他略有反感 那个跟随在他侧后的肥旁男人一声不吭 每当目光相碰 脸上就会出现尴尬的笑容 那半托的头颅也在微笑中轻轻颤抖 这人让他想起故乡的那位谦卑的木珠人 欧麦俄斯 像当年 每当他去视察自己的猪卷时 木珠人便这样跟随在侧 脸挂笑容 诺诺连声 他们坐在了大堂的一角 一个身穿红色长裙 身上散发着薰衣草香气的美丽女郎 为他们献上了红葡萄酒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老者说着 举杯一饮而尽 他也一样饮尽 我们用这酒招待最尊贵的客人 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能很好地理解老者的语言 好像这酒是消除语言障碍的灵丹妙药 奥德修斯 我们从河马的史诗里 知道了您过去的英雄事迹和不幸遭遇 也知道了您今后的命运 老者轻轻地说 您很快就会返回故乡 杀死那些吃光了您的奶酪 喝干了您的酒窖的无赖 与您的妻子破孽罗婆团聚 您现在身处四千年后的中国首都 这里是刚刚落成的国家大剧院 一座梦幻般的建筑 我是这座建筑的设计师 法国人保罗 安德鲁 这一位老者指着那个中年胖子 说是中国作家莫言 我的朋友 我们俩是河马的崇拜者 他把您的诗迹唱成了史诗 从他的史诗里 我们得到了高尚的艺术灵感 河马的史诗是一切艺术的源头 而您是所有英雄的楷模 在倾听保罗 《安德鲁谈话》的过程中 红衣女郎连续给奥德修斯上酒 他一连喝了十几杯 心情感到轻松愉悦 这时 灯光转暗 帷幕拉开 舞台上正在演出歌剧 在森林里 奥德修斯用橄榄树枝 遮掩着下体 放声歌唱 舍利亚岛国王的女儿 脑西卡面带微笑 站在她的面前 2012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